中国进行了一次洲际导弹试射 五角大楼认为 这次试验中测试了新的东风5C导弹 这枚导弹携带了10个分导式弹头 当时被法国专家误认为是一次东风41导弹的分弹头试验 据称东风5A导弹的射程超过12000公里 射程足以覆盖美国全境 军事专家介绍 据称这次中国进行的东风5C导弹试验导弹 据带了10个分导式载入飞行器吉梦 美国情报部门对此次试验密切关注 导弹是从位于中国东部的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击中了射在中国西部沙漠中的靶场 法国专家判断 中国试射东风41导弹的最重要依据 就是中国公开发布的禁航通告 落区面积约有12万5000平方公里 据报道 东风41导弹在2016年4月12日的一次发射试验中 携带了两个分弹头 当时的落区是为100乘以60公里的长方形空域 面积约为6000平方公里 也就是说 15日试验的落区面积为上次试射的21倍大 据判断 这次东风41导弹试射的射程约为2400公里 这意味着这次试射可能是一次高弹道试射 封闭空域包括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而落区则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的靶场 吉民风弹道导弹靶场 落区是直径约为200公里的原型 规定时段内禁止从任何高度飞越这一区域 此前 美国认为中国部署了20枚东风5导弹 最早他们都只携带单个大型弹头 稍后其中部分安装了携带三个弹头的第三级 中国首次展示了东风5B 该导弹能够携带多弹头 当时的非正式报道认为 该导弹能够携带6比8个弹头 中国进行的10弹头东风5导弹试验 是一个明显的证据 中国已经能够制造更小型的核弹头来 装备齐多弹头导弹 装备齐多弹头